中京的各位老师各位同学稍微好 我是韩国中央大学国际大学院GSIS课咒教授江浩球 也是山东大学国际文体研究院特聘研究员 今天非常荣幸能参加到本次的招送寿命会 现在我用中文来简单的介绍一下中央大学GSIS国际大学院项目 首先GSIS课咒是由韩国中央政府主导推进的一项外国人才引进于培养项目 目前货币建设GSIS课咒的大学包括中央大学 所有国立大学在内的仅有十所韩国顶尖学校 GSIS课咒和韩国其他大学院课咒不同的是 全部课程用外文修课 这也是GSIS项目独有的一种优势 也是对水上马也是一种挑战 一种门槛 项目招生对外语能力方面要求也是比较高的 那么我来简单的介绍一下中央大学GSIS区体专业 中央大学GSIS设置两个项目进行招生 包括国际学ISP项目 高级翻译IITP项目 关于国际学ISP项目 ISP项目专业细分为全球商务和金融 Global Business and Finance 国际关系和贸易 Global Affairs and Trade 国际开发合作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and Cooperation 全球边界研究 Global Border Studies 根据各个不同专业的不同课程设计 我们精心培养适合现代社会的国际化人才 关于高级翻译IITP项目 IITP项目 细分韩音韩中韩额三种语言方向的高级翻译专业 加强翻译技术学习翻译手续知识点 提供包括国际会议 外国学者掌握在内的各种国际性平台 磨练翻译技能 提升学生的翻译实战经验 致力培养实战型翻译人才 那么中央大学GSIS具备长大的专家阵营 所有教授资源有来自于国内外顶尖高哨的 国际政治国际经济等多个领域著名专家组成 具有国际性事业 具备专门知识 为学生们提供优质课程和国际顶级水平的学习资源与环境 那么我再简单的介绍一下 大家所关心的学生们未来的发展方向 我们GSIS学生们毕业后 部分同学加入国际机构、政府部门、跨国企业、国际媒体等不同领域 不同单位追求各自的梦想 进而为人类社会的发展做出自己的不同的一个贡献 还有部分同学呢 希望继续深造自己的学术能力 去国内外高校攻读博士研究生课程 成为一名优秀的国际型学者 那么再简单的说一下学习国际关系和学习朝鲜帮的问题的重要性 当前我们正在经历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各国已经进入新的动荡与变革时期 美国单极霸权正在衰落 中国国力正在赶超美国 在国际社会矛盾大于合作的这样的趋势性特征下 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不确定性不断增加 中国是在全球范围内邻国最多的国家 中国非常重视和周边国家在各方面的利益变化 近几年中国政府终点关注在各领域的安全问题 特别是朝鲜帮的问题是直接关系到体制安全和 体制安全的至关重要的周边核心问题 朝鲜帮岛曾经是美国和苏联的冷战的象征 中国政府将朝鲜帮岛问题视为敏感问题 对其进行密切跟进研究 近期中国高校和研究机构纷纷设立朝鲜帮岛研究中心 加强对朝鲜帮岛问题方面的研究 需要大量的了解韩国和朝鲜内部环境的高级人才 中国老话说 没有调研就没有发言权 同学们到GSIS能够有机会了解到 韩国和西方的不同观点 这也是有助于从不同观点去了解 国际社会和人类发展问题 进而树立自己的观点 当今世界中美关系对东北亚局势的影响逐渐扩大 中央大学GSIS非常重视对中国社会方面的深入了解 去年三月我接受了院长的邀请 整理了近20年的中国道路生活 为追求自己的新的学术梦想而奋斗 中央大学GSIS为我开设两门中文收割课程 提供平台去讲中国故事 家常学生们对中国社会方面的深入了解 目前我主要负责关于中国对外关系和亚洲国际关系方面的研究 从中国的立场去看国际社会和人类社会的发展问题 如何化解矛盾 如何加强合作 也是当前国际社会需要研究的终点核心课题 最好的方法是增加相互学习和交流的机会 为更多的学生们正确的了解中国社会和国际社会的各种现象 为实现东北亚地区共同繁荣 我也想做出自己的一点点的贡献 最后我想说一句话 GSIS欢迎各位同学们来 GSIS期待和各位同学们共闯未来 谢谢各位老师们 各位同学们聆听 我们下学期在中央大学课堂上见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